大家好,我是大量,两个人一台车 现在我们到了新疆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的起点 独山子 看我身后那座山 它和普通山不一样 它是一座火山 而且它和普通的火山也是不一样的 等会儿我们过去看一下 我们昨天就是在这里露营睡觉的 古一的车没有开过来 这上面就是一个火山喷发口 在那山顶上 这里还有一个楼梯可以上去 现在我的东西是一天比一天多 这个独山子没有图鲁饭那么热 晚上只有二十几度 睡在车里面是特别的舒服 走吧,去看一下火山 上面是一个泥火山 它普通火山不一样 一般的火山是喷火焰 或者是喷那个岩浆 这上面那个火山是喷泥巴 而且那和普通泥巴不一样 去看一下吧 去不去 你看这个是我在西藏路上认识的小姐姐 现在耐着我车不走了 把这个腿一翘着 你不去啊 我剪视频你先去 剪视频 那行吧那我去了 我们上去看一下啊 很好奇这个泥火山是什么样的 没见过 这几天独户公路就开通了 所以我们也是想去走一下独户公路啊 是18号开通 现在人特别多呀 都在等着独户开通 哎呀爬好久没爬山了 好久没有爬山了 现在身体不行呀 这会儿已经下雨了 看这个山 山上面看着还是挺漂亮的 等一会儿我飞下无人机 喘气 身体真的是一年不如一年呀 身体垮了 到了 山底上是一个监控摄像头 然后 去边上看一下 目前还没有找到火山口 火山喷发点 哎 啥也没有过 看得清楚了 在那里 哎呀 这是啥 上面就是泥火山的 看来从下面走上来还是挺远的呀 我现在已经到了山顶上 但是没看到那个火山的喷发口啊 你看山顶上就是这样的 还是挺漂亮的啊 五颜六色的 这里还有水 没看到那个火山口啊 现在没有路呢 看一下这个上面全部都是泥巴呀 还是软的 泥巴还是软的 那 离火山 那 那就是这个 有一股那个 好像是没有味儿 哦 那 这个真的是第一次见药 听说这个泥巴是从地底下2000米喷出来的 而且听说这个泥巴它有一种美颜的功效 说是这个是凉的摸一下啊 哦 真的是特别凉快了 特别的冰凉 我看一下 有一股没有味儿 这个山倒是挺漂亮的 我这个相机拍不出来 我等一会儿飞一下无人机啊 看一下 漫山遍野的窟窿眼 但是这个窟窿眼里面都是被人塞了满的垃圾 你看 啊 都是窟窿眼 你看 很多呀 这个雨越下越大呀 全身打湿了 这一来一回差不多半个小时啊 你这个手 这是美容效果 这个味道好怪 这个味道好怪 这是泥火山美容的 好怪 这个泥巴倒是挺要洗的 一洗就掉 本来想飞一个无人机 但是飞不了啊 这边是近飞区 像新疆很多地方不能飞无人机的 要报备 走吧 我们 好 开头 开头 他老是屁股往那边坐 所以那个伤口越来越严重嘛 现在我们到了独库公路的大本营 这里全部都是等待独库公路开通了 哇 太热到了 不管是什么车都有 都在这边已经待了好长时间的都 哎 很快 哦 来个笑笑美女的 哈哈哈 你先来咱个小美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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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咱们小美女的 你又来咱们小美女的 独库夜市 开头来下来 下 下来 下 就是嘛下来玩嘛 是不是 就是待在车里面 今天特别凉快 现在这会回到了营地 我们没有去那个大本营那里 那里全部都停满了 把故意的车就放在这里了 其实那个独库公路大本营就在那边 这个独山子这边好啊 停车全部都是免费的 骑自行车 那边就是大本营啊 然后夜行车停在那里了 我们要开始做饭吃的 我啊 煮这个米饭吃 然后煎一个鱼 看一下啊 这是我昨天腌的鱼啊 新鲜的草鱼鱼块 这是这个 昨天煎的 只剩下两块了 再把那个一煎就可以了 然后刚才我不是打包了一个 叫麻鸡吗就这么吃啊 外面下雨啊 就在车里煎这个鱼 咱们小滚慢煎啊 这个锅一天烧肉 小鱼块下去 这个新鲜鱼块这么煎 特别好吃 叫麻鸡 好 我听得到 绝对 这就是 对 都可以 那 那一座 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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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喜欢我大量的点个赞 马上带你们去独库公路去看一下风景 点个赞 谢谢 谢谢